DG分析今日继续跟大家跟进疫情 其实我想除了你说在感染 或者会不会香港进入一个所谓社区大规模爆发 就是我很担心之外 其实我今天也见到商界有一些现象 我都相当之担心 因为是直接影响到民生的 我讲的就是第一 令我感觉过去没出现过的状况就是说 有两个的之前在打边奴 引致有很多其他家族成员都受感染的个案里面 有两个的成员原来在美芯工作 令到美芯的中华历山大厦和旺角新世纪分店 都需要停业14天 还有其他员工 美芯都说会协助他们如何做一些隔离措施 这个14天差不多半个月 半个月做不到生意 究竟有多大影响呢 这个真的我自己都觉得挺厉害 另一方面来说 其实莎莎和谢瑞伦都宣布 他们有一部分分店都会暂停营业 当中莎莎就说有20间莎莎分店 和另一个品牌的专门店都会暂停营业 谢瑞伦在Facebook宣布 总共有16间分店配合全城抗疫 而会暂停营业 港岛区更只剩下同楼环而我街一间分店会继续做 其实我想这两件事都令我想起 商界这次所受的影响 确实是前所未见的 因为就算是SARS或者是之前的亚洲金融风暴 也好 都很少有那么多的大集团 主动将他们的店铺暂停营业 当然他们讲的理由就是保障员工安全 顾客安全 但是我觉得更加容易理解就是 因为真的没有什么生意可以做 在整个社会都停摆的情况下 其实政府都劝人不要出街 也都劝一些其他的一些 就是当人聚集的行业 好像戏院那样 就是说劝他们都不要做住了 暂停营业等等 在这样的情况下 整个社会一种停摆的现象 过去香港是没有出现过的 这样代表什么呢 代表就是说 其实下一个的所谓社会的活动 那个年就会去到 就是说对于一般的上班族劳工阶层来说 就会出现一个史无前例 我觉得都相当严重的一种失业潮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不难令人理解就是说 商界其实究竟他们的储备资金 可以顶到多少个月呢 上市公司可能好些 可能有半年左右的资金可以顶的 但是其实你看到 之前也传出很多大集团 就劝一些员工放无薪假 有些一个月只是上了几天工的 就算你说这个不当是失业都好 其实都是一个开工不足 再者就是说 现在其实如果大家很记性的话 其实这个新的冠状病毒 真正是令到内地的封城 或者是社会停摆 其实都是近这半个月多些的事 所以就是说究竟那个后组的影响有多大呢 我想现在真的看不到 而且经过这一次之后 内地的消费客户 经过了之前半年的社会运动 再加上今次他们内地的经济停摆 他们下来 香港的购物意欲会不会好像以前那样强呢 我觉得不用说 这件事绝对大家都明白 所以我想香港过去 这么依赖服务业 消费零售 在未来一段时间 我想三个月至半年左右 就会出现一个很大型的一种 勞工需求的下跌 再加上今次的社会停摆 涉及各行各业 我想无论是建筑、零售、餐饮、旅游等等 酒店 其实在未来的半年里面 大家都会进入一种新思维模式 所谓新思维模式 就是过去的经营策略 需要大幅调整 无论是人手、投资、租金比率等等 我想大家那盘数 都不能再用以前盘数去计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觉得政府真的要尽快推出一些 就是能够偏及普及到 最大多数群众的一些经济支援 如果不是的话 我相信 就确实未来的半年 香港经济陷入那种衰退的现象 我觉得是很令人担心 反过来说 香港其实作为一个 处备这么丰厚的一个政府 现在应该就是尽快推出一些措施 去想想怎样去帮小市民和中小企 香港超过九成的企业都是中小企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政府其实现在应该把焦点 就是放在怎样去援助中小企和小市民 绝对就是不要再推出那些所谓 是减下差响 减下水费、电费 这些就是帮不了手 但是他们最喜欢用的一些方法 暂时来看 我自己个人就真的很悲观 因为我想 其实零售消费的市道很难一下子就会复苏 我很期望政府在未来这一两个礼拜里面 甚至乎应该以日计 所以就推出多一些措施 去令到社会的民心能够稍为定些 其实这几天这么多人出来抢尺子、抢米 而且不是说抢完一两天之后就停 是说由上个星期到现在 其实都四五天了 为什么仍然继续有人去抢呢 我刚才经过湾仔、铜锣湾一带 都是买不到的 究竟为什么市民仍然在政府呼吁说 物资充裕的情况下都继续去抢呢 这个就是民心虚嫌 今天跟大家谈到这里